在這麼樣的努力 讓我們感受得非常的深刻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明道中學 現在是吳翠鴻老師要幫我們做一個解說 謝謝 謝謝瓜哥 大家好 我是明道中學的 曲老師 吳翠鴻 我的足球是專長 我也是體育足球的勃腳 其實在變勃腳 因為我前面接了六年的行政 那一路走來是很多的點滴在心頭 那當然今天用短暖的20分鐘 可能沒有辦法跟大家去做很詳細的一個 進說 但是呢 我一直相信就是 你心中要存在一個很美的夢想 好 很美的夢想 那我自己很喜歡做夢 所以就在行政六年的時候 就當然我很幸福是在明道中學 他有很好的設備 有很好的行政團隊 還有很優秀的體育老師 那我們都知道運動可以 可以促進我們這麼多的 很好的因素出來 所以我們要讓我們的孩子 他不再只是讓人家消除 你是頭腦簡單 十字發達的人 那我們要讓孩子他喜歡上游泳課 那要讓他贏在起跑就是上體育課 那讓他學起來很有效率 所以沒有特別 你要功課好 那你很簡單就是多運動 你自己要愛運動 那當然我們在推廣 學校的體育活動的時候呢 我們就有一個 我們所有的團隊 當然字有一點小 我們就先把我們的主軸是什麼 那我們就想 我們要是一個體育的校園 那我們要鼓動 就是全家要動 那我們就設定下來的有五大主軸 那我們就會去做很多的設計出來 除了固本的課程之外 當然手冊裡面那個字很小 可能大家看不清楚 那就是會把細分有現在在學校的 有再來他升到高中升到大學 升以後他要終身的運動 我們就有一套一系統的東西出來 那當然在固本的課程上面 我們很簡單的 我們在課綱裡面就有這些競賽項目 可是我們也會陸續的再去延展出一些 我們自己的特色的課程 那我們在特色課程裡面 當然最左邊的體育專欄 我們需要有一個區塊 因為我們有一個很愛運動的校長 所以呢我們就很幸福 我們明道中學的體育老師很幸福 我們光講一句話 你就是你一定會嚇到 我們一年的體育活動的費用 五十五萬 就是半體育活動 你只要有夢想 你提出計畫 你承報上去 校長就會說好我想辦法 那可能在預算裡面 突然一個比較大的活動 預算裡面沒有了 他就一句話我想辦法 你就會說校長想辦法 你就埋頭滾開趕快去做 我們團隊就是這樣子創造出來 從二十萬每一年一直在增加 我們的體育活動 所以我們在辦活動 其實說真的非常的快樂 就是我們不斷的集資廣告 想到很多的活動出來 競賽也好 所以在明道是很不錯 我們這個體育專欄就是那個區塊 我們就可以由老師們去找到 然後把編排出來 學生出的體育課之外 他可以在某一個地方 他可以看到專欄那邊 那這一專欄的內容就很多元 等一下我們上面會 那數位化的教材就是 因為現在我們常常會有美育基金 或者是天氣太熱 有一些沒有辦法上 我們就會老師們去設計數位化的教材 就是一樣可以在教室裡面可以去解說 然後讓孩子他也可以去了解到 原來有一些不是只有影片可以看 一些相關的知識都可以 那再來是新興的運動的推廣 跟我們有一個明道中學應該是 台灣第一個舞蹈體育素養班 他不是體育班 他一樣是要成績很頂優質的 他才可以進來 那進來之後呢他的考試也不用你有什麼專欄都不需要 我們的體育能檢測項目 就是我們的考試項目這樣子 那這個如果老師有興趣我可以再來做書名 那這個體育專欄的內容就很多元了 有運動的薪資 然後還有一些怎麼見走 然後跳繩可以有怎麼樣的效益啊 那就是會在除了在我們的首頁 我們的學校的網頁裡面會會有之外呢 也會在我們校園的一個專欄的區塊 那一個月會換一個主題 一個月換一個主題 那再來就是數位化的教材 這個就是老師你只要有隨身碟你的硬碟 你就是這些資料裡面都有 你隨時你只要有像這樣的地方 就可以幫孩子上一堂很精彩的一些課程 那這也是滿多元的 再來就是新興運動的推廣 那在手冊裡面 前面幾年我們一直犯了一個錯 就是我們會選飛盤躲避 後來我們才發現原來我們一直辦了那麼多的比賽 躲避球的比賽 他變應該是躲避飛盤 我們學校一直把它稱為飛盤躲避 因為我們就想我們用那時候我們還沒有接觸到 真正有這個比賽的時候 後來看到一個台北一個學校老師 他的課 那我們就覺得這麼經常 我們把它就帶回學校來做推廣了 那這在我們的這個對象是我們的國一的學生 國一的學生 那再來就是我們 我們學校也很好有一座攀岩場 那我們攀岩場 我們那邊做體育課會上之外 我們的那個同軍的探索科程 我們也會在那邊上 那我們也有一個老師 林章老師 他就極力的推往飛盤高爾夫 就是運用我們的校園 然後一樣有幾棟幾棟這樣的人來設計 這是我們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照我們剛剛講到的就是我們的舞蹈體育素養班 那這個就是除了正規的體育課之外 他每個禮拜六他會有四節的運動加深加幌的課程 那就有點比較專項的 譬如說他這裡學的其他 是必須加強他的羽球 那他的課程就會派得比較多 那每一個禮拜出體育課之外 他又多了兩節的運動的課程 就是等多兩個小時就對了 那當我們用寒假的時候跟暑假 我們會有一些就是到日月堂去還騎腳踏車 然後我們會去跟那邊的游水中心有堅強 就這樣去做獨木舟 那到大坑去爬山去打七蛋 那這都是我們在舞蹈體育素養班的 課程規劃裡面會有的 那就是我們舞蹈體育素養班很不錯 就是我們參加的那個大隊接力 台東四大隊接力 我們以前我們都用一般班一起去 那後來因為這一班開始成立 我們今年已經國三了 那這一屆的國三 我們自己學校直升 我們那天直升榜出來 這一屆舞蹈體育素養班的孩子 有30個學生 他直升我們學校的高中部 那有大概15個是我們學校的 直升我們學校的重高 也就是職業類科的 那有剩下的四個他們是要外考 所以老師們我們一定要堅信 運動真的可以讓孩子越來越聰明 運動真的可以讓他們越來越聰明 那我們就是有讓也參加了全國的 大隊接力的一個比賽 也都有不錯的成績 那我們體育組呢 因為我們有159個班 所以我們體育老師有14個 我們體育老師有14個 那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各有專長 所以我們就分了兩大組 我們有兩個群組團隊在設計我們的課程 那再來就是我們剛剛講 我們兩個團隊在應該所有的學校 都有教師專業社群 那我們再就分了兩個 一個是教學群 就是有關球隊的創意 那另外一個就是推廣我們的體肆能 推廣我們的體肆能 那我們教師的研修裡面呢 我們會有演示的課程 然後有除了演示之外 我們有說課那個分享 那我們也會請外面的一些教授 來幫我們做上課 那當然這個都是要大家 共同把我們的想法跟我們的做法 然後很快的讓大家都有一些真能 那你看我們的教師研修 我們的內容很豐富 像這個就是我們自己 我們學校有一個提示人中心 也就是做重量訓練 然後跑步機那一些都有 這個是我們自己的老師 所以我們這些課程一定是 我們自己提老師就是學生 我們有兩節 每個禮拜四的七八節 就是我們研修的時間 那這個是我們 都是我們自己的教練老師 這個也是我們全部就是去體驗的 那這邊這個就是外聘 外面像這個是劉淑儀老師 劉淑儀老師來幫我們上吊書 然後這個就是請那個 我們體大的那個老師來幫我們上 比如關於棒球壘球的部分 那再來說課分享 就是我們自己的老師一樣的 用這個時間 會有一些可能 A老師他做的一個方式 可是透過我們 10幾個人坐下來 聽他講之後 我們會激發出可能 有A1 A2 A3出來的 那兩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每一個人就學到更多 那這樣就不會慌 你在上課的時候就不會慌 迴亂 那這也是有一些事實際要動 那就我們會有討論 討論激發我們更好的課程出來 那再來就是我們這兩個群 就是這個球類創意的就是像 這個就是我們林章邦老師 他透過用他小孩的玩具 他就拿來個 因為我們學校的發球機 總共採三台 那沒那麼多 那他就自己拿他小孩的那個玩具 就可以當作發球機了 那這個只是一個 這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通碼頭的那個 但是當然是新的 他就自己用那個運管 一樣做出來 就可以讓孩子做這個 正手的那個動作出來了 那這個壘球的 我們就是那個打擊柱 一樣這都是我們自己 自己研發出來的 那這也是排球的扣球的部分 那像我們這個教具的研發 這個是體制人檢測 我們後來發現我們做的這個 大概 20年不會壞吧 我們自己做的這個我們學校 木工自己幫我們做的這個 檢測的器材 那像這個就是老師自己 好像我們小時候玩的那個跳格子 這是在讓練習要上籃的部分 就在來球加下面這邊畫的這些格子 那老師就會跟他說 你現在過去你要跳幾號幾號格 然後就要去說上籃這樣 那也很好玩 這都是我們自己老師想出來一些方式 那這邊就是我們有幫學校老師做體制人檢測 這是我們另外一群 那校園的健總 因為有愛運動的老師 就會有愛運動的學生 那校園裡面像這個都是放學以後的 運動 那會有 老師 然後有社區的民眾 然後甚至有行政主管 就在操場裡面就做運動的 那這是我們在幫推廣 我們體制人活動週 或者那個月我們就會有設計 譬如說階梯有氧 或者是拳擊有氧 或者是 這是在我們演講裡面 我們成績辦過就在校超廠正中央 就讓孩子來 你看到你就可以過來跳舞這樣子 那再來我們有這個影片 我們看一下 就是老師研修 這是那個我們這個老師是因為他是專長是自行車 那他就推廣這個在定點就不容易上去 我自己上次用的這一個小台 這是我自己的小折 那也可以 還在泡嗎 那這個研修呢 那我先說想 不好意思 那研修的時候其實是讓老師們呢 可以更放心有更多的課程他可以去做 因為你自己 親身上去了你才會知道 這是我們主要的校園把卡通掛了 我們藍色的跑道 你知道我們辦公室就在這邊 好 這全部都是我們自己的體育老師 這個繩子就我們自己老師設計出來 我們 他們就直接我們就在裡面 我們就用那兩個小時的每個禮拜 這請外面一個老師來教我們跳舞 這康地球 這我們自己的老師 他住過了 他就告訴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我們都去操作 有時候我們自己就好累 我們才知道原來為什麼學生會做不出來 這裡我們自己老師在中心裡面教我們 好 這後面是我啦 因為有一點累 我就受不了了 因為哪有壓力 這就是我們的那個 那個叫做練習台是不是 我們就用 用那兩節我們就輪流上去騎 好 這我們自己跟學生就是有一點掩飾 老師是可能突然就找幾個學生 我們就在練習 我們要怎麼去玩足球 這樣子 OK 那 這就是我們 我看不到 因為我老花 好 再來就是 我們除了這一些研修之後呢 我們有一些說課 那就在剛影片裡面大概都看出來 都是用每個禮拜的那兩個小時的時間 你就可以激發很多的東西 所以這樣的團隊 你在裡面你不會慌不會忙 然後會很安心在裡面做送課 那我們一直相信說 其實教學跟活動它是要做結合的 所以我們除了正常體育教學之外 我們在 課後 或者是週六 我們會辦很多的 體育的競賽 像這個就是我們 盛大舉辦的我們校長輩 的體育競賽 好 那就是不別不別 挑出來的項目 那這個是我們的 團體的跳繩 用長跳繩來做比賽 那這是桌球比賽 這些穿著那個螢光背心 就是我們的體育志工 那再來 這個手冊上面的88位 是我們第一屆的選生88位 那體育志工其實是可以幫我們 在辦體育活動的時候 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助手 那這些平常我們一個月聚一次 我們要訓練他們 這是正常的一些訓練 那不是只有運動項目 那他們是真的是教育部舉辦的那個 那個體育志工 一樣要兩天的那個 研習 那會合發正式的證書給他們的 那我們的編組裡面 我們會有一位體育老師 他的就是在管理 訓練這一些志工 那再來這個是我們訓練的課程 我們一樣會在每一學期的第一學期 會做這個 在我們的學生有 我們這兩年開始在推行自行車的教育旅行 那我們會從短程的日月談 再來四天再來九天 就是漸進 就跟剛剛我們的爬升那個字很像 那當然在平常就已經要去多去做那個練習 那再來就是要有很好的教學方式之外 有沒有很好的設備 那明濤中學有很好的設備 就是我們一次上課大概會有九 至少九個班 再上體育課 因為我們有那麼多的班級 那這些設備其實是 你在裡面是不用去擔心的 像這個游泳池 我們一天四季都在上游泳課 因為我們是溫水游泳池 像我現在的進度就是上游泳課 我早上了四季才會趕過來 那所以是不會冷的 學生下去了之後 我們還有按摩池 我們旁邊還有按摩池 學生你就說 你們今天表現得很好 我們可以每一個人進去按摩池五分鐘 那我們就順便跟大家講 有一些選手 為什麼世界級選手 為什麼他們要做水療 要做一些怎樣的課程 我們就可以順便講過去 再來我們這個 我們有一個樂活教室 樂活教室就是我們廢棄的石器工廠 那我們就大膽的去爭取 我們就想我們要在裡面做什麼 所以我們就爭取到一間很大的教室 我們就把它改造過來 那個牆面就請同學 我們學校的設計學生去做設計這樣子 那再來我們有社團 我們的社團有光運動性的社團 我們就一直在增加 像1020我們有19個運動性的社團 那我們在社團一定要辦招生的博覽會 每一學期的開始 就讓學生各社團的幹部 他們自己去設計他們要怎麼招生 這都是屬於運動性社團 那我們如果在家 其他社團們 學校大概有100多個社團 但是光運動性社團就這麼多 那我們一樣每一年會有評鑑 會有評鑑 那也有課內社團 課內社團就是針對我們的高中部 跟中高部的學生 那盡量都是以我們的體育 我們自己校內體育老師 如果真的沒有這個專長 我們在外聘 那參加人數光運動性社團 我們就這麼多的學生在參加 那再來就是我們學校的體育能檢測 其實在平常你多做 你的校內的體育 學生的體育能 他是會一直逐漸逐年上升上去的 所以只要我們有很好的規劃 其實我們的國家就會越來越強 因為我們的孩子身體都很好 那再來就是游泳 我們剛剛講到游泳 我們學校是全校的二年級 一定要上游泳 一定要上游泳 那每一個上游泳的班級 就連續至少要上八週 連續八週 以前我們就在四週 他可能學到剛好半調子 還沒有完全熟練 所以我們就上八週 那我們在韓暑假也會有游泳的那個學習營 那再來就是這個體育志工 在101年的時候很幸運 我就聽到一個老師在談 是高大學的 那我們名道是第一個高中學校去升級體育志工的訓練 那這是有經費的 這是有經費的 所以其實大家如果有 可以上教育部的去那個 去查 他都會舉辦 每一年他會多經費 然後讓你們去做訓練 甚至訓練這些自動出來的 你可以有辦活動 那辦活動他一樣會給你經費 讓你去做運用這樣子 那我們學校也今年高三年 這個就是我們第一屆的學生 他就獲得了個人的那個 運動志工的極優獎 那我們也很高興是只有他一個高中生獲獎 其他都是大學生 那在我因為做了兩年 所以我也獲得了指導老師 不過我覺得那個過程是很甘甜的 那我們學校把這幾年做下來的一些課程 做一個整理之後 我們去經應該是103學年 我們也是得到了HH150的一個優等獎 那其實我們講了這麼多 我們一直在講功課功課 那我們如果把它反正過來 我們學校有一個高商二班 有一個林士兵老師 那是數學老師 他只要是當導師的那一屆 一定都有很多七十五級分的 他去年帶了班七個七十五級分的學生 在上一屆有四個七十五級分的學生 那那一班的學生呢 他只要七十級分幾乎全班都達到 那他的做法就是他從一年級進來 他就讓孩子早休或者是第一節去跑操場 他就是去跑 那這個數學老師很好玩 我這一節體育數學課來跑操場 十圈跑完我們回去上 就這個公式 你只要算這個公式算一題就好了 先跑操場 跑完再回去算數學 所以他這樣做這麼多年之後 真的我們就是看到成果 這個老師真的是很棒 那他除了平常做這個跑步之外 他們就是有挑戰玉山雪山 這些是他只要當導師的班 都會走一個路程 那這個老師真的是 讓我們是很佩服的 而且這個老師我們都很羨慕他 因為我們學校七十五級分 他就可以領到五萬塊 他的獎金七十五分一個五萬塊 然後我們就知道是 他一年這樣下來可能百萬都有 好棒喔 所以讓孩子運動不好 那再來 這就是我們講的這個施敏老師 那其實我們覺得說我們在國中高中 甚至我們現在有國小連接上來 我們就讓我們學生呢 他一生都非常的精彩 然後可以因為運動 不要讓他覺得說 我這節體育課適當費了 那我們校長一直在講就是說 上好每一堂課 上好每一堂課 所以我們就自己在整個 除了我自己行政跟教學之後 我覺得這個是孩子看到你露出了笑臉 而且他很快樂的在跑步 你覺得那個就是我們很大的一個火爆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希望說 因為我們透過校園的一個很穩固的一個基地 這個是我們一個學生 我們在比下長輩的時候 那阿公阿嬤 他都來旁邊加油 那旁邊好像是他的姑姑 帶著阿嬤自己做看板你知道嗎 這麼老的阿嬤就很像那個粉絲這樣子 就看到那個感動 那我們的學生的那個體育志工 他們就是身心障礙的人運動會 然後會我們就用我們那些志工去帶 帶他們 帶他們 那你看這些我們科後的運動 這是社區的民眾 這些民眾到現在 我看了他們八年了 他們一樣每天不間斷到棉道中學來做運動 從紅色的跑道現在已經變染色跑道了 好 那在後面呢 我們看一下我們一個影片 我就可以把它當做結束 你看我們學校的那個體育活動 這是我們在學校七千多人面前 我剛講的那個校長杯 就是各申選出來的學生 學校補助他們衣服的費用 這個就是校長杯開始在做競賽 好 這是台球 這是籃球 那這個獎老師是我們學校 多年來都是聘請他 這是國際裁判 當學生覺得他們很鬆鬆 校長每一個比賽他都會到場買 做開球啊加油這樣子 這都是在我們自己校那一半的活動 剛我講的阿嬤有沒有 他就真的在那邊 看了很多人很感動 這是足球的舞台 好 這就是我們舞蹈體育處兩班的孩子 在開幕的時候 讓他有一個舞台上去 這是我們校青辦的啦啦隊比賽 好 我們二年級高二他都會去 就是二年有我們工補十五十五 才會有拉花隊的比賽 這是我們到日樂壇去 這個就是那個林思思彬老師 這七個就是七十五級分的孩子 那真的我們做了這麼多 我們覺得我們要保有一個赤子之心 那你一定要有一個很高的熱忱 那你就會覺得沒有不可能的事情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報告 謝謝 謝謝 好謝謝兩所學校的老師 為我們分享這麼精采的校本課程 那不曉得在座的各位老師 有沒有針對這兩所學校 他們辦這麼好的校本課程 有任何問題 或者是想要與他們互相交流的地方 可以麻煩老師就是舉手 跟他們互相討論交流一下 我們時間是蠻短的 那剛剛有離了一下 所以這個階段的討論大概就二十分鐘 那在老師還沒有發問之前 我要先敬動各位的雙手 我們感謝一下剛才 還有夫妻國小的劉勝榮老師 還有張怡婷老師 謝謝 還有剛才明道中學的吳奎彤老師 歡迎大家來到不同類型的學校 來跟我們分享 會聽到我們的主講者 都非常的很有精神的 有很多的內容想跟大家分享 也可以感受到 在進行這樣子一個很有特色的校本課程的時候 大家付出了努力 可是得到了支持也得到了回饋 我想這個就是最重要的一個動力 那當然每一個學校的特色不一樣 我們老師個人的專長不一樣 那師父各位老師也有些萌芽了 想要回去可以怎麼樣的進行 那在你這個階段裡面來講 你覺得有可能會遇到什麼 哪些的問題 可以我們在這裡就親起教 請教這兩個學校不同類型的 有沒有 嗯 那等到等一下私下問嗎 還不如在這裡問 是不是 那就點名了 那個健行老師 你至少也服務了十年了 你覺得這樣的進行回去 你覺得最大的困難在哪裡 還是你也進行了 想 因為我今天是來學習的啊 看到剛剛 因為看到第二屆民道中學的 那個 就是有個老師早上的話 都是讓他們 就是每個禮拜讓他們運動很多 還是 還是就是讓小朋友活動那麼多 但是這樣的話 不知道會不會因為 體力的負荷比較大 就會影響到他們上課的精神 謝謝 開始的時候有沒有哪些主題對不對 來自於學生或家長 謝謝 這個 這個班呢 就是 那就是